中国大陆国产游戏 黑神话悟空大爆红 今天板卡族群一片大涨 我们也实际去光华商场来看看 这旋风卷到台湾 店家说很多客人直接去询问 还直接买要价25000元的显卡 就是为了提高电脑的性能来打游戏 坐在32寸大萤幕前 化身所谓黑神话悟空的甜蜜人 最重要的动作要够行云流水 因为玩家最在意的当然就是 有时候会有点卡 就是某些动作 玩这个游戏电脑里面的装备要好一点 就是为了玩那只猴子不要卡卡的 显卡效能就特别重要 引爆一波抢显卡热潮 有多夯看看架上只剩展示的空盒子就知道 光是一个周末就有10到15组客人询问要换显卡 光是回答的4070显卡 一张要价25000块 现在是供不应酬的情况 业绩成长30% 目前显卡库存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销售一空 不只显卡卖爆 甚至还有人为了要在打游戏时效能更好 直接砸钱要店家整机组装 像是这台透明背板黑色机壳主机 一整台组装4万块 里头显卡19000元 通常都是换一整台电脑 最低最低大概差不多在4万到4万5之间 充一波销量还有店家寄出组装桌机架构系统就直接帮你安装黑悟空 吹股旋风吹进台湾 显卡卖得好也连带让显卡族群 为新大涨8%收在184块 华售涨半根停板来到546元 技嘉也上涨超过2% 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国泰费成半导体00830 也搭上这顺风车一起狂飙 最近黑悟空蛮多人玩的 也蛮多询问度的 我们就想说为黑悟空做一个促销活动 而中国当地华强北也是掀起近7年来 难得一见的装机热 一天可以接几十台订单 也是冲着黑神话而来 一只猴子引领的新经济 看来也是不容小觑 动森财经新闻 王家宏章军台北小朋友报道